我如果覺得我能夠預知未來 我要不是神 我就神經病 我都不會預設 因為我不覺得我可以預測未來 你會提這個案子一定有你的一些想法嗎 你可能已經研究或觀察了三五年的痛點 我怎麼可以看一份計畫書 就說你不行 我用我的已知來判斷未知的事業 那真的是太可怕了 所以事實上我常常在笑說 我如果覺得我能夠預知未來 我要不是神 我就神經病 所以我會把這個機會只留給你去驗證 只要你的失敗的風險 我就算全輸了 我也不會太痛的情況下 然後有一個看得見的機會 我就會去痛